視頻 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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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就給大家一個例子 來做做看 這個例子也是一樣 就延續我們剛剛講的 兩種不同的飼料 對小狗增種的影響 那麼假設呢 現在有兩種飼料 一個是歐羅肥 一個是豬胖胖 歐羅肥叫A好了 豬胖胖叫做B 那要來養小豬 那它的這個反應的Variable 就是Y 是用小豬的增重 對不對 那因為考量到遺傳的因子 所以對於增重會有干擾 所以我們就把它控制住了 那所以呢 去做的時候呢 就找了五對的小豬來做 那每一對小豬都是從同一個媽媽生的 同一個豬媽媽生的兩隻小豬 那這兩隻小豬呢 在做的時候 分在random的看看這兩隻裡面 哪一隻給A飼料 哪一隻是給B飼料 然後這樣去做 那總共五對都已經就assign好了 然後去做實驗 開始養 那給了A飼料以後 他每天都要吃A飼料 你不能給他隨便亂換 就說今天吃吃A 明天吃吃B 當然不能這樣 就一直給他吃A的飼料 然後呢 養了兩個月以後 看他的增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數據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叫做五個配 那第一個配給A飼料的增重是這樣 B飼料的是這樣 第二個配是45 40 39 40 46 41 44 39 好 這是原始的數據 原始的數據的時候 是這樣子 那你要注意就是 同一個pair的這兩個數據是要跟在一起的 都不能夠分開 對不對 你先來看說 他是pairt的taste嗎 我假如把45放到41的位置可以嗎 不行 對不對 我能不能把40放到第一個pair的 取代35把35換下來 是不行的 同一個pair的這兩個是要在一起的 這樣子叫做一對 一對的 好 第一步要做的是怎麼樣子呢 來找出他們的difference 他的差異的值 他的d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符號來代替 叫d d是什麼 你這兩個的 插a-b的 好不好 把a跟b的相減出來叫做d 你說我可不可以用b-a 可以啊 但是你要用b-a的話 每一對都要用b-a 這樣知道嗎 所以 誰減誰是重要的 所以41-35的d是多少 是6對不對 這個5 39-40這個叫負1 正負1 正負號要記得 你不要一看 這邊 喔一減是負1 然後就把負忘掉了 變成1 不行 誰是維持一定的 然後這個減這個的話是5 這樣可以嗎 這是基本的數據 所以現在要來做的 7個步驟的test是什麼 第一個步驟 H0 我們是想要知道什麼 μA跟μB是不是一樣 我們想要知道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把這個轉了一個方向 也就是說其實是在做 μA-μB是不是等於0 這樣子 改成這樣子來寫 那麼μA跟μB是不是等於0 其實是在看什麼 μD是不是等於0 這樣的意思 這樣了解嗎 這個difference 就是他們兩個的差異 是不是等於0 就是這個d是不是等於0 所以現在把A跟B的 已經變成是一個 一個variable 叫做是d的 μD是不是等於0 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pair t 是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但是呢 回過頭來 跟我們上個禮拜 上次所交的那個t-test 一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等於什麼數值 怎麼樣 是一樣的 為什麼 現在它已經從A跟B的 差的值變成叫做d μD 是不是等於某個數值 是等於0 當然延續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可不可以是某個數值 可以喔 這個delta有可能是什麼 是0 或者是10 或者是50都可以 了解嗎 你可以test說 我這兩個飼料呢 養出來的小豬 那A飼料呢 是不是比B飼料 要增重 要好5公斤 你能不能這樣test 可以啊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test 有時候你會有這樣的需求 要來做test 為什麼不是只是說 他們兩個的增重 是不是一樣 你會想說 A飼料是比B飼料 是不是 那個 有差5公斤 以上 你會想要知道這樣 為什麼 喔 A飼料比較貴啊 A飼料裡面放了很多的那個 魚粉呢 魚粉很貴啊 所以呢 A飼料成本就比較貴啊 所以呢 我假如要說 A飼料是好的的時候 它一定要好到 讓小豬增重 是超過至少5公斤以上 它才是值得投資下去的 人家那個顧客來買 才覺得那個效益是夠的 所以可不可以是 這個是兩個的差是5呢 可以啊 然後你的那個 Aternity hypothesis 會不會就變成 μD是大於5啊 可以啊 知道嗎 這不一定是0啊 0 0是其中的一個 特殊的例子 Delta的一個 一個選項 是0 但是因為 大部分呢 很多人 直接問的 就是兩個 是不是相同 所以這個Delta 就常常是0 但是 不要讓自己一直 居限於 在這一個數字上 而已 它可以test的是 更powerful的東西 好 所以假設呢 我們這邊也是 只是要test 它是不是等於0 OK μD是不是等於0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從這裡 變成是什麼 H0 我的μD是不是等於0 這樣子 了解嗎 好 那我的HA是什麼呢 假設 我沒有任何的隱含的意思 沒有任何方向性的時候 那這個μD就只是說 啊 他們兩個是不是相同 所以就是沒有方向性的一個 HA 就是μD不等於0 好 Assumptions 第三 Assumptions 有兩個 第一個 什麼是normal distribution 小乎的增重是normal distribution OK 好 第二個 我現在選什麼是random sample 選出來的這五對的小豬呢 是從這個小豬的族群裡面 random選出來的sample OK 可以吧 自己把它寫下來 那阿化我們用多少呢 我們用了0.05 好 第五步 好 1 2 3 4 5 第五步 第五步 第五步要做什麼 Critical region 對不對 Critical region Critical region 你第一個要認識的是什麼 我要做這個test 我用什麼test來做 T-test來做 對不對 我要知道μ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用T-test來做 所以T把它畫出來 T是兩側對稱的 OK 好 那T-test把它弄出來了以後呢 你馬上要想到T的話是怎麼樣 Degree of Freedom 對不對 每一個不同的Degree of Freedom 有一條T 是不是 Degree of Freedom 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呢 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 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要非常小心 它這裡雖然有10隻小豬在做 但是其實是5對小豬而已 那你另外一方面來看 我們的D也只有5個 有沒有 我們的D啊 變成5個而已 所以我的N是多少 這個N是多少 5對小豬啊 所以是多少 5-1 是多少 4而已 我的Degree of Freedom 是4 好 Degree of Freedom 是沒有問題 找出來了以後呢 開始來看 Critical Region用什麼 R化的值 還有Aternative Hypothesis 到底有沒有方向性 那它沒有方向性的話 就把這個R化的值 放在兩個尾巴平均 所以一個尾巴要多少呢 幾率要多少 0.025 0.05除以2了以後 哪一邊就是0.025的幾率 那請你查一下表 Degree of Freedom 是4 然後 兩個尾巴各是0.025的 這個T值是多少 你查一下 查出來了嗎 2.776 所以這個T值是多少 2.776 那麼 因為它是對稱的 所以這邊就是-2.776 所以Critical Region查出來了是 T值角落大於2.776 或者是小於-2.776的時候 我就會拒絕H0接受HA 那T值角落在-2.776到2.776之間 我就會接受了H0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來算算T吧 第六步 到這裡來 我們的T值是什麼 T值現在是針對誰 是D D D 這個Difference 所以呢 我們讓你相對一下 原來你很熟悉的公式是這樣 Ybar-μYbar 圖上呢 根號N分之Sy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T的公式 那麼現在呢 要把什麼 要把這個Ybar呢 都換成D 這樣知道嗎 換成D 所以 叫什麼 Dbar Ybar變成Dbar了 OK 減掉 μDbar 圖上呢 根號N分之S D 這樣可以嗎 就把它換了 你不要這個 換一下符號 就已經是猛叉叉叉去的 這個 這個 不要 不要自己跟自己 這個搞糊塗 這個 好 所以Dbar是什麼 我這個整個D的平均值 先把它加起來的話 Summation的話 等於20 所以呢 Dbar等於多少 20除以5個 所以Dbar等於多少 等於4 所以Dbar等於4 減掉 μDbar 是多少 μDbar 就是跟μD 是一樣 對不對 那μD是多少 我們現在是 要測試說 它是不是等於0 就是這個Delta的值 你要測試的 所以我們這邊 就把這個0 放在這裡 看看它是不是屬於 這個μD等於0 這樣的讀取出來的 下面呢 根號N 剛剛提過了 這個N是多少 N是Pair Number of Pair 所以N是多少 是5 所以根號5 SD是多少 SD 就把這些D 來算它的S平方 然後再開根號去正值 就好了 可以嗎 這些D算它的S平方 可以嗎 是怎麼樣子 每一個D值減掉 它的平均值平方 除上什麼 N-1 可以嗎 這邊注意N-1 不要 不要揍眉頭 N是多少 5啊 5-1 這是算S平方的 這裡是N-1 這裡呢 是根號N 不要搞糊塗 所以呢 這個得出來的這個值呢 是多少呢 等於8 好 所以呢 根號5分之 根號8 這樣可以嗎 SD平方 所以SD的話 就把它開根號取正的值 所以你這樣 我們這樣做出來的值 就叫做是多少 3.17 把它算好 好 第七步 下結論 我們的T值是多少呢 3.17 自己寫 我唸了 自己寫 我們的T值是3.17 如果在Degree of Freedom是4 Degree of Freedom是4的 T distribution的哪裡 Critical region之內 怎麼樣 我們的3.17比2.776還要大 這個T值越大的話 會越往右邊 所以是3.17比2.776還要大 掉在Critical region裡面 所以呢 我就拒絕了H0 接受了HA 說 這個表示什麼意思 μD不等於0 對不對 表示說怎麼樣 這兩種飼料 養出來的小豬的增重是不同的 最後不要忘掉 要寫什麼 我了解 我有可能 有小於5%的幾率 翻type1 arrow type1 arrow type2 arrow不要忘掉 拒絕的時候 只會發生type1 arrow type2 arrow不會發生 對不對 好 就這樣結束 要不要再講一次 就是我的T值是3.17 落在degree of freedom 等於4的T distribution 的Critical region之內 所以呢 我就拒絕了H0 接受HA 說這兩種飼料 養出來的小豬的增重是不同的 那我了解 我有小於5%的幾率 犯開1 arrow 好 那我們算一算好了 好 來 算一算 每一個DI 平均值是D嘛 所以 所以 也有可能算錯 來 每一個值減掉平均值 所以6減4多少 2 對不對 22得4 第一個值 第二個字呢 1 1 第三個值呢 負1減掉4 負5 55 25 再加1 再加1 圖上 n-1 就是4 所以等於多少 18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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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全到後來的的時候 再來看這個統計的 你知道嗎 拿到數據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被自己的數據 多看幾眼 多了解一下它的變動 你看看 我的A飼料養出來是小豬的增重是這樣 B飼料養出來小豬的增重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用A飼料減B飼料的話 你看看 這怎麼樣 大部分都是正的值 而且都正很多嘛 有沒有一點感覺 看起來好像A飼料比較好一點 是不是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統計是在做什麼的 用科學的方法來告訴你說 你這樣的感覺 值不值得支持 知道嗎 所以是一個科學的一個結論而已 但是你千萬不要忘 不要讓自己的感覺不見掉 不要讓自己變成一個機器人 好像是我拿到數據 我就把它輸進去電腦裡面 或者是我就用這個計算機把它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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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把它放進去 然後出來是怎麼樣等等 了解嗎 所以這樣子一弄出來的時候 假如你很仔細的觀察一下 你自己的數據的時候 那你就會覺得怎麼樣 嗯 看起來好像A飼料好一點 五個Case裡面有四個 都是A比較大的 只有一個比較小 而且這小的這一個好像也 只差1而已 一點點 那個大的又大很多的那種感覺 所以在心裡面其實你就想說 看起來假如兩個會有所不同 可能A飼料比較好一點 然後兩個看起來 像是有那種不同的趨勢 感覺是不一樣 你想想看 假如你自己是飼料公司的老闆 你要決定用哪一個飼料的時候 要生產哪一個飼料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在乎這個結果 當然很在乎啊 我做出來的數據是怎麼樣子 所以呢 我到底要發展哪一種飼料 那個牽涉到我後來整個公司的成敗等等啊 對不對 到底會發大財還是整個倒閉掉 所以怎麼樣子 有感覺 那對你的數字是有感覺的 要來看一看你的數字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再來做test 所以有的時候在做test的過程 沒有錯像剛剛那個同學講的 計算會計算錯 但是計算錯的時候 假如這個出來的結果跟你那種感覺不太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有一個警覺 回去看看會不會哪邊計算錯誤了 類似這樣的想法 知道嗎 所以不要放棄掉 不要忘掉了自己對這個數據 是要去看這個數據的變化的 這些number的變化是重要的 它實際的數據是多少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知道嗎 千萬不要是學了統計學以後 讓自己變體系人一樣 反正老師有說過這個樣的test 然後我就把它輸進去 而且讓SARS幫我做出來 然後t-test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用心地去看我們的數據是很重要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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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